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菌权树 我们养殖菌权树都想要它的鸡杆粗大 根水发达,叶片有光催泪 那么我们要如何养护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那么像我这一盆菌权树长得比较倦胀的话 只有一种水就能让它生长得好 就是这种淡甲肥水 里面使用了香蕉皮 还有一些花生枯来制作的 因为花生枯它所含的淡淋甲肴素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再给它加香蕉皮 那么它这个甲肴素更加高了 因为香蕉皮它主要是以甲肥为主 所以我们给它施淡甲肥就有利于它快速生长 能把它的根养状养好 就能让它快速的冒出新芽 让这个质感更加粗大 因为大多数花有养殖的金钱树都会像这种一样 这些质感比较细小 而且这个叶片是比较细小的 只要在养护的时候给它使用这一种水的话 就能让你的金钱树生长得比较旺盛 这种水如果在家里不方便制作 或者是制作的过程是有点麻烦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素效复合肥 它里面所含的三大元素是比较丰富的 尤其是甲元素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可以起到防止叶片发黄 或者是导福的现象 它是一个长效肥 我们给它使用的话 就是三个月给它使用一次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养护金钱树能让它快速的生长 让它的聚干更加粗壮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